看一下我能坚持多久不傻眼 啊 化酸 读几条私信 可以买你的臭袜子吗 你怎么知道我的袜子 它是臭的呢 想问像动漫里的那样 用刀砍断人的脖子 他的头发也会被砍断吗 还是只会断一点 还是一点都不 这位朋友我想问一下 你这是给我提供素材还是什么意思 如果你这是给我提供视频素材的话 这也太恐怖了吧 虽然你这个想法比较有趣 但是这个操作也太费命了吧 如果把风筝绑在汽车上 会不会很快就飞高 风筝我小时候也放过 但是从来都没有成功过 你这想法我觉得挺值得试一下的 那我就厚着脸皮再要一次赞吧 如果这条视频点赞超过一万 我就来给大家尝试一下 看看在行驶中的汽车上放风筝 成功率会不会高很多呢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熊猫君 在前几天我做了一期 关于这个鱼线的视频 就是将鱼线给它绷紧 然后将一个物体快速的穿过鱼线 看这个鱼线能不能够将物体一分为二 最后我们是成功的将丝瓜一分为二 但这个鱼线它有一个非常致命的缺点 它非常的有韧性 你看弹性非常的足 所以在那期视频里面 这个鱼线并没有达到那种非常锋利的状态 有些朋友就跟我反应了 我想表达的道理大家都懂 但是我那一期视频的效果着实不怎么样 所以我打算抛弃这个鱼线 用我买来的矽钢丝再试一次 这个矽钢丝的直径是0.1毫米 视频里面好像看不到 那么这一次我打算把这个细钢丝给它绷紧 然后再将五花肉快速的穿过这个绷紧的钢丝 看看五花肉能不能够一分为二 还是上一次用的那个梯子 首先我们将这个细钢丝给它系在梯子上 然后将梯子给它分开 这样钢丝就绷紧了 绷得非常的紧 基本上是没有弹力的 我感觉这个效果比一线要好多了 而且这个高度好像刚好 你看 正好在我脖子的位置 无形中我搞了一个暗器 大家看一下我手里这一堆蔬菜有什么共同点 黄瓜 苦瓜 丝瓜 茄子 没错 它们都是长条形的 我们先用这四个长条形的蔬菜来试一下 这里面我感觉最容易被切断的应该是这个丝瓜 其次是这个黄瓜 然后是苦瓜 这个茄子因为它有这么粗 所以我感觉是最难的 我们先试一下这个丝瓜 我感觉好长啊 不好发力 我把它掰掉一点 这样刚好 好 丝瓜第一次 三 二 一 我得看一下回放才知道切掉没有 确定是割断了 而且这个被割下来这一段飞得非常的远 更重要的是我在挥下去的一瞬间 一点阻力都没有感觉到 就在你完全没有知觉的情况下 这个丝瓜已经被切成两半了 好恐怖啊 接下来我们试一下这个第二难度的黄瓜 三 二 一 哇 非常完美的一个切口 切黄瓜同样是没有一点阻力 现在难度升级 苦瓜 三 二 一 啤火 拖起来 三 二 一 熬桑 迲哭被切断的同时钢丝也断了 看来钢丝虽然是兼琌 但是0.1毫米的钢丝 强度可能还是要差一点 好 我已经重新将钢丝固定好了 现在我们试一下这个非常粗壮的茄子 3 1 这茄子又把我的钢丝给弄断了 而且这个茄子毫发无损 刚刚那个苦瓜至少还来了个鱼死网破 这个茄子居然毫发无伤 就把我的钢丝给弄断了 厉害 那暂且先放过这个茄子 我们直接上二师兄 先把钢丝结上 好的 现在我们来试一下猪肉 3 2 1 不出手料这个钢丝还是断了 看一下我满手的油光 好吧 虽然猪肉也失败了 但是我还是相信这个细钢丝 是可以将猪肉切开的 那快的不行我们就来慢的 我看见这个钢丝上面都是肉末 看一下怎么样了 还是有这个切口的 整个被切开了将近半公分的样子 大概搁到1.5公分的时候 这个细钢丝又断了 心态已经有点崩了 我这爆脾气怎么能忍得了 今天我一定要用细钢丝 把这个猪肉给它切开 就这样拉紧 我他妈心态崩了呀 好吧